其实我今天可以公开讲, 大家都有提问过政府部门向我们曾经提供一些风险评估的意见, 然后再向我们建议有些调查然后发放, 有些就不要发放等等, 我是当时和现在都跟大家讲的, 所有政府代表政府的人士, 向我们提出一个意见, 我们都会问得清清楚楚是否代表政府, 对方也认为这个已经是足够,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是不会再深入再向大家报告, 究竟是哪些部门哪个人士跟我们讲呢, 我们只是要肯定这是能够代表政府的意见, 我们要得到很确实的说明, 向我们提出意见是代表政府, 我们今天向公众的回答都是指于此, 就是说哪些人士、哪些部门, 有什麽时候跟我们有什麽的中共意见呢, 我想我就不会进一步交代了, 我想我要补充一句就是, 如果是有正式的文书, 譬如政府有正式的文书, 或者公开或者很肯定地, 对我们是发出一些指示, 我们是会寻求法律意见的, 我们是会有律师团队, 去跟政府部门是会磋商的, 但是在你刚才提到, 钟建华兄离开香港之后, 离开香港之前, 我都没有收过任何官方政府的公开文件, 要求我们做了些什麽, 或者不做了些什麽, 所以我在这裏来讲, 亦都是跟大家表达了, 我们能够讲的话, 就是只要跟我们沟通的人士, 表明了, 确认了, 它是代表政府, 跟我们给一个意见, 那我们就收取这个意见, 那当然大家就可以根据你的方法, 去问政府部门要他们的澄清, 但在我们的角度是不重要的, 会在公开的数据内, 都包括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都是一年一次的一个调查, 还有六四都是被认为回归之后, 香港人可以继续悼念六四, 或公开谈论六四, 都是香港议论自由的指标, 现在在国安法之下, 或者已经连续几年都不能再公开谈论六四, 但其实亦都相当之受到各大关注, 到底香港人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是怎样, 而如果不再公开调查数据的话, 其实会否都影响了香港人在表达议题的时候, 公开表态的空间, 亦都会否影响了香港的言论, 或者表达自由的指标, 和这一个调查都只是一年一次, 那其实是否都是不够原谅序呢, 在剔除六四事件公开指标的时候, 其实那个考虑在哪里呢, 会否都真的说, 刚才所说的会造成一些政治角力, 或者是在现在国安法之下, 会造成一些敏感, 或者是私别, 或者是怎样呢, 或者是在这些考虑上, 会否都关乎到国安法, 或者今年你们看公开这些数据的时候, 都受到关注这些影后, 那是否这些都是这些考虑的问题, 多谢你的提问, 我直接很坦白, 也都希望提回一个小回忆, 应该是已经大家知道的, 就是今年六四调查, 就是刚过去的六四周年调查, 我们是预了有一个日子是发放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六月七号的, 不可能记错啦, 但是发放之前, 就是我们当时的准备计划, 都不是寄照发放的, 就是在网上发放, 但是在这一个活动之前, 我们就已经收到政府部门的一个提示, 就是我也是公开交代了, 就是说根据他们的风险评估, 就是这一个活动, 当时他们都说得是最好取消的, 所以我们也很尊重他们的评估, 而我也都解释过, 我觉得他们过去的评估, 就是对社会整体的评估, 不是我们守法犯法的评估,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非常守法的, 就是那些数字, 我们认为发放都不会是非法的, 但是基于这一种整体的考虑, 我们是已经按照这个提议取消了, 我们并没有去深究究竟当时是什么因素, 是取消多久可以再发放, 我们不想太仔细, 也不需要太仔细, 因为六四调查都是我们很多的调查其中的一, 这已经是事实, 我们是解释了的, 所以如果你再问, 就是刚才可能的意思就是, 那六四调查日后再做, 会不会再做呢? 我们现时的计划是会再做的, 但再做都是明年的五六月, 我们会上五六月才做, 但亦都已经在现在计划, 做了都不会公开发表的, 即是它是一个内参, 一个学术研究, 所以现在离开明年五六月, 都仍有一段时间, 我们又有检讨再检讨, 但同样道理, 我们已经做了调查, 今年做了无法放的调查, 我们现在可以发放的, 但我们觉得不是因应我们现在的发展, 需要发放的, 所以摆在内部参考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学术家人士, 媒体人士, 他说我想拿回今年的数据, 比较过去二十几年, 三十年的数据, 去做一些研究, 只要你向我们承诺, 这是合法的活动, 我们就会交这个数据给你们, 当然平台就未建设得好, 还有刚才说过如何收费, 都有一个很复杂的考量, 因为我们是用了很多资源, 去做这一类的, 以前是公开的资料, 现在变成一个内参的资料, 内参有它的内参价值, 我们现在暂时都衡量不了, 但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查询制度里面, 摆在资源的考虑, 所以暂时我们未能够说给大家听, 何时可以, 譬如你说我想拿回今年的六四调查, 去做一些研究, 是会有机会的, 我们也打算是会这样做的, 不过跟公开的法国制度有些不同, 拿到资料可能要做很多自己再分析, 但我们每次做, 好像今天你见到的数字, 我们要花很多资源去写报告, 我们要将它结合以前, 画很多图表, 很简单化解释给大家听, 这是要用资源的考虑, 所以刚才你问到的, 尤其是六四的数字开始, 某些程度上都回答你, 其他问题, 暂时来说, 我们觉得所研究数据在历史上有意义, 我们无需把它放在最当前的争论里面, 如果任何人士想拿出来做研究, 做它的合法法表, 我们会尽量提供协助, 这究竟会否影响我们现在的言论空间, 刚才你都讲到六四可能是指标, 我只可以说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改变, 大气候里面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 我们不是主动改变这个空间, 而我们觉得现在社会的空间, 共舞我们在讲, 社会的发展是来到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出因应自己的专业改变, 我们就停在这麽多了, 社会的大气候小改变, 我从来都觉得,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坚持科学专业, 提供的是真相真实的数据, 如果任何人无论哪个政治的倾向, 哪个政府的部门, 他认为真实事情, 真理真相是有用的, 我们就会如实地告诉他, 如果社会是开始不理睬真相, 不去我们所指的evidence based, 即以一个数据实践为主导的社会, 我们的数据是无什麽用的, 这不是我们能够推动社会可以做的, 反过来我们现在是相对被动的, 所以我们只是维持我们的科学专业的执着, 还有少少是历史的使命, 我们希望留一些数据给日后需要的时候参考, 我们能够做到这麽多, 我们无能力改变大气候, 或者我们都不是一个改变气候的角色, 我们是一个很卑微的科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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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提到会与主事共务, 会否之后可能都有机会 多谢你的提问,我快点回答你, 我们是定了哪些题目取消, 哪些是拨作内参,哪些是继续公开, 我们是没有咨询过法律界人士, 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在最专业的科学研究, 以及刚才讲过我们有很多国际的标准, 国际的专业手术,我们都有参考, 但我们在最近这一轮的发展, 我们是没有咨询过法律界意见的人士, 法律界人士,其中一个原因也是, 我们并没有收到政府任何正式知会或公函, 要求我们做哪件事或不做哪件事, 所以我们基于互相尊重的原则, 以及很重要,你都讲了, 好了,与时共武,所以共武的意思就是, 有时都是理解一些技巧, 究竟社会是怎样发展, 我们又要向着社会发展, 而不断地检视自己, 即有时未必是进或退, 有时是转圈, 有时我都不知道是怎样鼓动, 所以在现时我们纯粹从我们专业角度考虑, 资源考虑, 社会的情况需要考虑, 当然有风险评估都讲了, 但是我们自己理解的风险评估, 所以日后会否有些题目, 例如叫做重新摆回一个公共领域, 有这个机会的, 但都反过来可能有些是现了公共领域, 我们摆落内部参考的领域都不奇怪, 但以我们过去的发展, 我们通常都解得很清楚, 我们半年一个小检讨, 一年一个,即十二个月有一个大检讨, 所以我们成立在七月一日, 即我讲研究所在七月一日, 所以我们每年的五六七月, 都会有一个大检讨,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半年之内, 是不会有些大变, 即是当然共无, 所以如果世界或香港变得很不同, 那我们会重新的检视, 但每次的检视和每次的改变, 又是说一句对不起, 因为你们六月的时间 不断地问我们如何变, 但我们真的需要时间考虑, 和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要审视得很清楚, 所以过程是相当艰巨的, 所以也不能够懂得画变又变, 但我想都是这句, 我讲的所谓宇时共舞, 和刚才夫子都呼应了我, 我们大家都是乐观大好友来的, 不过我们所谓乐观, 是看一个人类历史长线的发展, 所以短线我们应该怎样做, 起码我觉得这些科学数据,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但如果它不需要摆了一个政治角力, 尤其是在一个社会撕裂, 等着预合的时候, 如果这些数据不太有帮助, 不如我们放在一个长线的历史学术研究, 将来大家学得有用时拿出来用, 如果在未来几个月, 一年半载, 大家突然觉得数据很有用, 你们都知道, 其实任何人士, 其实都可以向我们欺购, 或者用你们的方式, 向我们提取数据, 我们都会尽量, 因应你们大家的需要, 是会向大家提供的, 希望明天回答到你的问题了。 我大概记忆就是,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题目, 是取消了的, 而大概这四分之一里面, 很大部份, 就是我刚才讲过, 关于社会企业责, 社会企业责, 企业责任, Corpid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裡我们不断地做, 但有很多题目, 我们决定不再做了, 当然这些数据会不会重组, 以历史上摆出来, 我们再想, 那是大部份, 但还有些题目, 我们觉得都不是时候, 再做好花资源去做, 当然有些是, 讲到资源会, 去到人存在, 但我记忆中, 在六四调查系列里面, 都有几个问题, 叫市民评估一下, 现时的中国人权状况, 和八九年六四的状况, 在我们角度来说, 都是研究的比试, 但这些我们都已经拿走了, 但这些, 那些那些, 那些, 抽搐了, 应该是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但剩下有四分之三, 剩下四分之三, 有哪些是放在所谓继续公开调查, 继续发放, 和哪些是放在我们现在内参, 那我大概记得里面, 即是余下的四分三, 里面的三分之一, 就转了去内参, 所以你立刻记得了, 四分之一取消,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里面的三分之一, 即是原先的四分之一, 又拿了去内参, 那就是原先的一半, 所以剩下一半, 现在你应该大概见到是在发放, 我认为, 刚才也有位行家, 立刻上我们网数, 所以其实我们, 放在内参的题目, 是逐条放出来的, 不过未放的, 可能你要问我, 不见了那些在哪, 改了题目在哪, 我们可以用少时间, 再收回它出来, 不过如果你很需要, 再保问我, 我们立刻给个数字, 如果不是, 刚才那个数字都是差不多的, 我只是, 再补充少少, 我希望, 今天完了大家的概念, 我很想讲的概念, 其实我们很想社会对科学研究, 和研究出来的真理是重视, 认真重视, 它的强项缺点大家公开讨论, 然后拿它来做政策研究好, 历史研究好, 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香港是应该这样走下一步, 世界都应该这样走下一步, 现时社会的状况, 等下有一年, 等下有一年, 似乎是未去到那个位, 和越来越差, 因为我们出一些数字, 今天之前, 有很多数字, 大家都记得出了之后,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当政府民望是回声的时候, 就会有些人去想想, 是否你的调查数字已经改变了, 是否有些人离开了香港, 是否有些人不敢讲真话, 所以数字会变, 这些是很合法, 很科学的问题, 但提问这些问题的朋友, 有时反过来, 在政府民望跌的时候, 他又不会这样问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即是在社会整体一个政治光谱里面, 不同光谱的人士, 在不同时候, 都会对一些民意调查数据, 提出这些问号, 我们过了三十多年, 很愿意回答这些问题, 很想科学专业去问的, 但去到现在的社会, 有时所有光谱的人士, 都好像觉得, 有自己的想法, 民意调查不是很需要你的存在, 但当我们发觉, 慢慢有讲解的时候, 我自己是宁愿将一些, 非常专业的历史研究内, 有很多证明, 因为大家都不可以, 暂时, 科学, 文法, 世界, 有很多证明, 这时, 当它失去焦点, 而我们又用了很多资源, 继续想维持我们三十年前开展的科学研究, 社会教育, 我们觉得有些吃力不讨好, 我这句话只是想讲一点, 就是, 不是这样说, 似乎对民调的重视程度, 其实不同政治方谱的朋友, 都存在同一的情况, 就是不太重视民意数字, 那我就讲讲了, じゃ批读。